穿上阿美族服饰来自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13位学生 亲自体验台湾原住民舞蹈并了解文化意涵 慈系大学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在2004年签订交流合作 去年9月慈大师生到马来西亚交流 今年寒假则是首次邀请马来西亚学生到慈大进行文化课程 在马来西亚里面是一个选择我们想要或不想要 在这里他们必须知道 所以在马来西亚里面是很重要的 但在马来西亚里面是很重要的 去年暑假曾经到马来西亚交流的学生 因为受到热情的款待 也想将台湾传统文化与他们分享 他们很想要把他们知道的东西 跟他们国家的东西带给我们 让我们交解马来西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就同样会想要回馈 让你们了解我们台湾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两校的交流是以全英文进行 学生除了互相学习也从中增进语言能力 用全英文的上课方式 然后让我觉得就是可以增强自己的那个口说的英语能力 学习台湾诗与省诗不同的无法 也象征着两国文化的分享与学习 我要他们学到别人的生活 有什么一样的 什么不一样的跟他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比较会沟通 比较明白为什么人家会无息 为什么要打鼓 这是本身我自己都可以学到 因为我们全部是一家人 大家都是一家人 都要明白为什么那个人做那个东西就有意思 比较有意思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是全马来西亚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 两校透过交流不仅增进文化的传承 更为彼此大学生活增添色彩 记者慈激大学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